很快來到我們南城大陸 我們這次的第一次是 我們不只形態、濃化與能量和體驗 使得虛擬性精進的學習系統 相信觀眾朋友們都知道 很多自然老師都認為 實驗的時間太長 或是實驗比較危險 而只需要做實驗 但是可能不成就 只將自然的經驗下降 所以我們要到一個系統 讓我們就可以體驗 實驗的樂趣 不然沒有一個裝潛 還是可以體驗這個區域 就可以做實驗的樂趣 我們總共有四個工廟 三個工廟 然後 等下會透過這個機把硬槍 就可以解釋 第一個 是水的山坦 水的山坦 因為有 很好的氣體 這些要變到氣體 需要加熱 我們就用到火 但是火很危險 所以想說 好,這個不會讓它們很清楚 然後或是變成的氣體 又要靠 又要靠 然後又要靠 所以我們只能用 共通化的方式 然後再結合 其中那邊的按鈕 我們只能用 按鈕 就是我們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加熱 一個是 冷卻 按下加熱 然後那個 水 水就會開始加熱 然後就會變成水蒸氣 然後上面的燈 還會顯示 然後我們要是 按下冷卻 然後那個 我們動化上面的水 也會再從 水變成冰法 我們用到了 兩個按鈕 跟一個馬達 馬達是 那個 果 然後其中 讓它方便 就是加速它的那些 但是 果生起來 對 第二個動化 是 溫和作用 然後 你動化 你只要點角色 它就會開始 做狀況 就是 我們 用伺服器 模擬 模擬 那個 觸碼 那樣子吸進去 然後 因為 樹會進化 所以我們 原本那邊有用馬達來 模擬是它進化那個 它進化那個 那個 然後 它之後還會再 爬排座 我們這邊 剛好之後 沒有遇到水 但是我們看到馬達 對 對 就問的方法呢 是水對植物的影響 對 因為那個 因為 動植物它 畢竟要等它長大 所以要等很多時間 然後 你比較順的意義 它會不會被看到就是 好像迷食墊 所以我們 用動化的方式來呈現 只要 只要 剪輯那個 我們原本動化上面的角色 然後馬達就會開始動 就是 模擬 把水 用進去 然後動化裡面的速度 會慢慢變大 像是我的檢收箱 跟 你很棒 這個真的可惜 這個可惜 本來是可以用的 這個真的可惜 那為什麼 那時候你才把他關掉 就是剛剛 我剛剛就斷線 然後他就斷掉出來 你能量不滅電力 是從哪裡聽到的 呃 這個是那個標題 喔 啊 郭小有學過嗎 呃 這個 不知道 題目上面有 你有沒有聽過 或者學過 能量不滅電力 呃 沒有 謝謝 那邊做得很好 整個架構都很好 對 可是這個檔案開不了 可惜 我說剛剛是因為斷電 那個斷線 喔 剛剛斷線 所以要把它散開 然後結果就 開不起來了 下次可以 所以一小段就是一個檔案 至少 最後一個沒出來 前面一個還在 就不會只有一個檔案 你看看起來是檔案的金目針的 採入不了 採入不了 就通常沒針 以後沒有其他備份檔案 你可能最後一個沒做成功 但是你前面幾個看得到 如果真的壞掉的話 都會建議你們 邊做邊選 成不一樣的 當然是這樣的 因為要解藥說 人看好會知道 可是那邊那麼多時間 好 這樣子 謝謝